印尼同婚又一发 儿宝组织辅导家长 印尼当地媒体 Tribun Gardin的报道 两个分别还在小学跟国中的 南加里曼丹省学童 最近竟然结婚了 匿名为DY的15岁新娘 在学校就读8年级 而匿名AD的14岁新郎 则在就读小学5年级 这对小恋人的婚礼 在上周四1月31号举行 新郎的爸爸解释了结婚的原因 啊 原来是不想犯罪 因为两个小朋友近几个月 实在是越走越近 两个小朋友时常约会 或是晚上外出 并一起骑一辆摩托车 火速发展到全村的人 都在讨论他们 起先AD的父母有警告过他 但AD反而躲到DY的家去 弄得DY的双亲 对两人相当火大 于是小情侣两人 便躲到了别人的家 在接受当地宗教领袖的开导之后 两个小朋友的爸妈决定 让他们就此踏上婚姻这条路 未成年婚姻在印尼经常发生 其中一桩是发生在2018年的4月 一对来自于印尼南苏拉威西省的 未成年伴侣 竟然拼了命 都想得到双亲的允许去结婚 尽管被拒绝过 但他们还是想结婚 两个人最后获得了当地宗教法庭的认可 一方面是因为 两人在校表现优异 而另一方面 嗯 是因为女生害怕独自一人睡觉 近年来 印尼女性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16岁 而男性则为19岁 BBC印尼频道报道 印尼法庭计划要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拉高 而印尼当地媒体报道 一位匿名的印尼众议员表示 修法得在2019到2024年的人民协商会议中进行 印尼2019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将同步进行 因此 婚姻法的修法可能不太容易发生 印尼男女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 对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为成年孩童的婚姻 多少会给孩童们带来负面的影响 甚至可能剥夺他们身为孩童的权利 印尼南加里曼丹圣有大量未成年婚姻人口 原因是 孩童们的父母尚不了解这样的婚姻 会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印尼的女前组织代表表示 在南加里曼丹圣的婚姻关系里面 有26%的婚姻都是未成年婚姻 未成年婚姻的负面影响之一是 女方在生产婴儿时 因身体器官尚未成熟而早死 或是缺乏足够的营养养育婴儿 像是DY跟AD的例子 印尼的女权组织跟儿童保护组织P2PA 都拜访过了他们和他们的双亲 不过既然他们两人已经结婚了 接下来P2PA会定期辅导小夫妻 以及他们的家长 确保两人能在身心灵 还有教育方面都能顺利成长